回到第四節,我們由自由戀愛,講到當代的愛情觀,愛情的一些公式化現象 去到我們說除了這些東西,人在現代社會還有其他生活的面向 譬如原來是有社群的,例如是李東佳,或者是蔡英川也好 這些抗爭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一群人聚在一起,他們不是因為外情關係 也不是因為家庭的關係,但他們成為了這種人制制壓人口帶 是可以很強的一個關係之後,就可以對抗很多自上而下 或者其他人對他們的壓迫,這也是我們進行民主規劃的時候很重要的基礎 但是愛情在這些關係中,還不太說 或者人與人的關係中,除了這些之外,還可以有什麼走向呢? 其實我從一開始就說,我是反對現在的人講這個愛情 因為那個愛情其實是令你自己生活得很有問題 就是你整個慾望都放在那個人上 他一塌你就塌,或者他要你你就塌,塌了一大排 這個其實是很嚴重的,你的人生其實沒有什麼其他意義 不知道為什麼就等在那個人上 人生是不是沒有其他意義的呢? 這個我想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你有沒有你自己想要去找的東西呢? 就是現在連當你的中學是連興趣都變成要計分的時候 就是人還可以有什麼興趣呢? 就是這些所謂的standard的貨業以外的東西 他都沒有了的時候,他還可以做這些東西 這個是我想是很重要的課題來的 就是現代社會,因為你將來一定要去上班 你要為這個社會所謂有貢獻 於是你要做那些standardized的教育 然後你進入一個standardized的社會 我們雖然很質疑,雖然先不質疑這件事 但是你在這堆standard以外,你都沒有了自己 雖然那個自己,我覺得都是不斷地變遷之中的 但是你都找不到一些對你來說,還有什麼其他意義的東西 然後你就很standardized這樣去戀愛和結婚 但是這個很有趣的,當我們很standardized戀愛的時候 就是說到這麼公式化,然後就是諸如此類 但是我們還是要生要死的 就是這樣我們才走去,覺得愛情這麼重要 然後哭泡強成這樣,一七年就 哭泡強成 為什麼這麼嚴重? 就是如果他這麼公式化,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我們不是棄之餘弊理 就是不是掛戀戀嗎? 你對他的想像比他事實上厲害的東西 你對他的想像是你富裕了很大的期望 在那些冷漠的東西之間,你找到一個所謂溫暖的空間 就是大家都會說這個家庭就是你最後的一個放鮮 對,政府說到也是不一樣的 對,沒錯 那變了你,雖然我先不說,其實家庭也可以有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對很多人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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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很害怕的 因為那個如果是你的防線的話,你就會很大禍 第一就是你在這個家庭裏面出事 譬如家庭暴力那些 就是那些警察鬥不了的 因為他們不知道你們兩個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是你們的事 最後打死了那個女人,不知道這個負責很難 這些都可以先不說 但是那個防線其實是出自於你真的覺得外面那個世界對你非常不好 非常之不友善 就是那個公共世界對你來說 陌生、冷漠、不友善、甚至很殘酷 你自己很清楚 雖然大家未必講到就是 你不踩住同學,你怎樣讀到上大學 你踩住了他,他將來就做什麼 他在過什麼生活 那大家都明白的 就是大家以一些友誼去 可能緩補了這些東西 但是這個就是殘酷的現實 大家都知道 你回到公司不夠人拿 你就會可能不知道怎樣 你怎樣供樓呢 然後去到公樓的時候 你又要想 就是怎樣供了成小給他呢 就是為了所謂 這個所謂privacy的空間 最後防線要有一個安樂窩 那30年之後可能又被人重建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不停的受到威脅的世界 我們處於一個 那我不是說呢 前現代社會或者資本主義前社會是怎樣的 就沒有威脅 是有的 但是呢 因為現在你資本主義城市裡面的生活 那個威脅是再大一點的 那個加倍的 還有一些東西變得太快 那樣東西令到你呢 不知道怎樣擺好 因為一個人的自我呢 是靠他的過往和記憶去建立出來的 嗯 那當那些承載著你的那些過往和記憶的東西 和那些空間呢 不斷地在那裡沒有了和不見了的時候呢 你是會很難擺到你自己在那裡 那你就會很恐懼的 就是在人的心裏面製造那種不安的恐懼 那於是你就會很希望有一個人在你旁邊去傍著你 嗯 那但是呢 你又不會學識 因為你從來沒有備受那些傳播和教育 你不會學識找很多人去傍著你 就是很多人的意思 可能是包括朋友 家人 就是不同的可能是街坊 那或者社區公司都行 但是就很多人都會就是學找愛情去幫助自己 那但是呢 那樣東西是很危險的 因為呢 那個愛情的內容呢 就是你要佔有對方 或者被對方佔有 那然後呢 那個情況同樣跌入一個另外一個不安全的狀態 就是你一是就被人控制 要是呢 你就不停地在那裡操控人 或者一個長期的戰爭狀態 就是大家可以鬥互控制對方 那但是這個就變回你外面那個社會的狀態 那你是不是自己可以說 其實很搞笑 但是你看看性侶的大問題 就是啦 就是教你如何用在愛情裡面控制對方 是啊 其實這也不只是愛情 你剛才說 我們的城市生活越來越多危機 我們威越越大 但是有些人就是會說 正正因為它這麼危險 所以我們要自強 我們要學會如何控制人 就是他會越是走那個極端 那如果我們 就是你如何面對這些 比如說 所以我對 你說得對你為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學會如何控制人 我們要怎樣學會 了解自己的強處 不太宣傳 是啊 無敵是追跡的 沒有聽過 這個 其實你走去控制人 你都會覺得孤獨不滿 因為沒有交流 控制的過程 總之你就去做些事情 它就真的好像你想的那樣 是啊 然後你好像很滿足 這是一個工量 是啊 這是一個工量 你打機就可以了 相處就有點問 如果你喜歡一輩子都是這樣 那我祝你好運 但是你隔壁那個就慘一點 那我會說 其實這一種東西 其實大家都是處於一種消費狀態 就是拿一些快速的滿足 你每次去做一些事情 嘗試控制他 然後他用被控制來證明 就是他愛你了 那這個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其實你們互相有多了解對方 這個是完全跟對方的生命 沒有關係的 而 反過來來說 我也是想咬我們那個公共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大陸 就是當你被訓練到 你只是關心愛情的時候 很多真正在影響你的事情 你就要學會不關心 你會覺得你不懂理 不關心 亦都reason不到 亦都不知怎麽好 那就索性不理 打到來才算 那這個就是 其實造成一個公共世界的 很嚴重的失落 就是大家對於公共議題 不關心 對於那些所謂你的親人朋友 有愛人以外的那個世界的人 就完全一點關心都沒有 其實我會覺得呢 最近那些人很喜歡網上封傳 那些大陸人怎樣怎樣 其實我覺得香港人都其實 真的不是很好 我其實如果要封傳 我都遇過很多單 就是出了事 接著那些人四散 沒有人理 就是 就是最近都有一單 就是在地鐵 就是有個人突然發揚調 然後呢 嚇死我 他在我隔離座的隔離位 然後周圍那些人你猜怎樣 嘶 四散 然後在旺角站 所有人都下車 那麼多車 就是下車 很多人下車 然後我就找那個 原來我發覺我不知道那個鈕在哪 然後我玩的時候 後面有個女人說 在上面 然後我心想 你為什麼自己不拘捕 是 然後那些職員來到 其實他不是先處理那個病者 他是先處理 他要關掉那個鈕 就是讓車可以開 是 然後呢 我已經很猛 你看到那些情況 就是大家對於其他人 其實是很冷漠的 嗯 而這種冷漠其實是很危險的 那些眼目其實是會令到很容易 因為你不當人是人 那就是如果有人走去說 某一班人 就是一個給他一個身份 他是什麼什麼什麼 那你的怨憤很容易發洩在他身上 嗯 那我最近在幫他們的雜誌 寫了一篇文 關於這個第七瘋人 應該都明白的第七瘋人 那裏面有一個情節 我覺得就是很行狗的原因 就是因為現在的人都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以前曾經做過神父的人 就是他之後就失落了 去做了小偷 那他就是那些 經常去騙人 你去十指軍東征 你去為神服務 然後騙到那些人 離鄉別井了十幾年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那他就做了小偷 那他就剛剛被人撞到 然後打了一身之後 他就很猛疹 他就發洩在那些人身上 那剛好就有一個鐵像 他老婆跟一個演員走路 是 然後有另一個演員 一個好人 他就坐在餐廳裡吃飯 那無端端這個神棍 就走去撩那個鐵像 就說這個人呢 都是一個演員來的 跟你跟你老婆走路 那個都是演員 所以演員都乾了 殺了他 然後其他人 因為當時是瘟疫流行 所以經濟當然不好 大家都很怕死 那那些狀態就是 羞辱他 玩他 一起去做些 可能會傷害到他的事 其實那是一個很瘋狂的狀態 但是我覺得 其實現在的社會都是這樣 你只要一單 任何一個人有醜聞 彈出來 所有人就會做這些事 不用任何指令 他自動波就上了 就是 好過軍團 那 而我覺得這個很明顯 就是大家心裡很兇 而且覺得很害怕 很吵 很害怕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你太覺得 外面的世界 你控制不了 你都從來沒有嘗試去理解 你怎樣可以處理它 於是你把所有的東西 都放在那些個人關係上 你更加 到了30歲的人 你就欠缺這些訓練 你就更加不懂 人都是要靠學 你都是不懂 那可能你就不理 你繼續不理 然後你繼續很害怕 然後你繼續找人來發洩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社會 咦 那你剛才說的 大人師傅就解釋了 你為什麼傳這個愛情 就這麼多人理 然後你傳了一個市區重建的消息 就沒有人傳 亦是因為這樣 因為大家就覺得 愛情比他們更加 愛情的距離更加接近 然後市區重建 可能理性上你會覺得 是真的衰 但是 你所投入的關注和關心 就沒有那麼多 然後到一旁 當有一個有關愛情的電視節目 要我們 有些東西值得去罵的時候 就是有很多人走去罵它 但同一時間 另外一些議題 未必有得到同樣的關注 其實這種表證就是看到我們怎樣去排 我們現在對於社會 公共領域裡面 究竟有什麼是比較重要的 這個真的沒有對押 可能有些人把咪來 你當然會說 解釋的蟲比較重要 但最後你分享了什麼 你就是分享了李維爾的文 你就是分享了李維爾的愛情的文 但是那些文的被傳的比例就低了 所以下次大家如果看到李維爾寫的其他文 不是看到我寫的 而是看到那些關於重要的東西 因為我會說 那些東西你最後自己要吃的 沒有人可以保證政府不來欺壓你 沒有人可以保證那些財團不來欺壓你 到那時候 那些名言 當他們欺負那些什麼人的時候 我就不出聲 不關我的事 他們欺負這些人的時候 我又不出聲 不關我的事 到現在他們欺負我了 已經沒有人可以幫我了 其實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 當他們破壞社區關係的時候 我不出聲 當他們破壞人情的關係的時候 我不出聲 當我們愛情倒塌的時候 那我就沒有其他支柱 我就死了 太錯了 太錯了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很高興請到李維爾和我們分享 希望下次我們再有機會 再請李維爾上來 拜拜